最近有中共政法委背景的团体 疯狂的侵扰法轮功的真相点 激起了民众的公愤 香港议员和多个团体斥责中共 以文革式的手法打压法轮功 让香港的言论自由亮起了红灯 要求特首梁振英要为此负责 从尖沙嘴闹事中心到旅游点 污蔑横幅四处可见 辱骂警员 迟导恐吓 流氓攻击 以默默文革式斗争手法出现在香港 香港立法会议员李卓人 只是这是共产党在搞事 背后一定是中国共产党 或者背后所属的团体 去赔钱下去 去帮忙搞这方面的破坏行动 以为是很明显的 他批评警方有关团体 打压香港的言论自由 特首梁振英罪责难逃 我们觉得警方现在已经偏帮了 一些无理反法轮功的那些团体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危险的 除了处长要负责之外 我们觉得梁振英也要负责的 多个民间团体批评亲共团体 侵扰行动 令香港的言论自由响起警号 呼吁捍卫法轮功学员 在街头讲真相的合法权利 这个完全是跟我们一直以来 所谓是我们所说的 那个核心价值其实是背道而驰 而政府其实也有个角色 其实应该是他们要去执法 去维持住 可能以往在很多的往事 很多街道都有他们的宣传品 正如我们也有我们的宣传品 去宣传普选一样 其实一直大家都可以和平这样共用 我希望这个情况可以继续下去 而不希望再有这些 这么暴力式的环颜和情况出现 至周二为止 香港闹事中心部分非法污蔑横幅 一再被市民自发解难 或被当局清除 新唐记者梁振在香港报道